然后我们手慢慢的打开 然后试着让你左边的脚趾都还是朝前 把你右边的脚趾往内转 脚跟往后插 我们要做勇士二 因为侧平板 你的肩膀骨盆跟肋骨 他们都要习惯在同一个打开的位置 所以我们试试看 先在这里把身体打开 所以你的宽骨要面向前面的长边 都是很打开的 吸口气之后把手指 手心朝下 手指前后延展 胸口保持很打开 但是肩膀下沉到屁股的方向 吸大口气跟刚刚一样 两个前后的膝盖都轻轻的往外推 吐气的时候把宽骨下沉 把你的后脚脚刀再扎向地板很多 好 把身体往上提 所以你的身体会往上延展 然后妹子试试看 把你的身体重心再往后一点点 然后让脊椎可以顺顺的向上延伸 你的膝盖没有往前推 膝盖还留在脚踝的正上方 所以观察一下你的膝盖 你的膝盖还在脚踝正上方 我们只是把宽骨跟整个身体往下沉向地板 所以如果你的膝盖会一直跑到你的脚踝 超过你的脚踝一直往前冲的话 你需要把腿拘在家大 对 然后宽骨在这里让它很打开 所以你会感觉你的肩膀 肋骨 会往内收 肩膀会打开 宽骨左右两边会打开 你的膝盖 前后两边也都会打开 吐气的时候我们才往下沉 往下沉的时候 请尽量感觉 你后脚的脚刀 因为侧平板 你的脚刀也是要一直扎进地板刀 所以你的脚刀要很感觉扎向地板 你的整片脚掌 除了脚趾没有抓地板放松之外 你的脚球 脚跟脚刀都要扎向地板 你要感觉到这个力量 好 前脚的胶肌也放松 膝盖一样尽量都向外推 再一个呼吸 吐气的时候 我们把后面的手往下 前面的手向上 再次把你前面的侧身都拉开 好 下面的手如果你可以往下走得够远 你甚至可以往前 背在你前面的大腿内侧 对 或是绕到你前面的腰 可以的话让宽骨再下沉 Good job 很好哦 膝盖朝前 吸气的时候回正 吐气的时候来慢慢把前面的手 轻轻放在你的前脚 上面的手往耳朵上方尽量做延伸 再次注意观察你的脚趾跟脚趾往放松 你上面的手指一直有力量从上往下延伸到你的脚刀 脚刀也是扎向地板 很好 好 胸口保持打开哦 脊椎尽量延伸 你的内骨两片内骨都往内收进脊椎 脚骨上提 好 把下面的手慢慢沿着你的小腿往下 对 好 感觉一下哦 这里你感觉一下你的肩膀 有没有上下肩膀都在同一支线上 能不能把你的中段再把它绷紧 肚子再收好 然后脚刀的力量还在不在 你后脚的脚外侧的脚刀力量 应该还是要再稳稳的扎向地板 让你前后的力量都很平均 前后都中心都一样 所以下面的手轻轻轻轻轻在地板上哦 很好 胸口再保持打开 观察你上面的肩膀哦 上面的肩膀没有往下掉哦 上面的肩膀还在上下一支线 很好 好吧 下面的手扎紧 所以如果感觉你下面的手很难扎紧啊 可以拿一块瑜伽砖 放在前面 所以我要先让你们感觉一下 下面的手尽量扎紧 感谢您的手